最后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叫做粒子观点 粒子观点就是东西是一颗一颗的粒子 这样的观点去解释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 这叫做粒子观点 道德原子说东西都是由微小不可分割的粒子 称为原子所组成 我们又讲了分子 这些原子拔在一块构成一个分子 具有物质的性质的最小单位 那么都是一颗一颗的 利用一颗一颗的想法来跟我们解释一些事情 这叫做粒子观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以前放过的一个影片 就是三态的变化 然后就看它是一颗一颗的 然后摆得好好的或者是可以稍微晃晃的 或者到处乱跑的 这就是套里白的好好的 这就是用一颗一颗的想法给你解释固态液态气态 所以固体的时候绑得紧紧的 只在原地附近晃一晃 体积固定形状也固定 液体的时候开始可以搓来搓去幅度比较大 所以形状没有固定可是体积会固定 气体就是各自奔逃 所以体积不固定形状也不固定 就是粒子观点一颗一颗的给你解释固态意态跟气态 然后东西通常都热胀冷缩 因为受热冻得比较大 分子的间距会变大 所以会热胀 然后冷会缩响 那为什么会有异常 高中以后再告诉你说为什么会异常 然后呢 气体就是可以到处乱跑 所以可以扩散 这里撒一点东西 整个房间都闻得到味道 扩散 有些专家会跟你讲清楚 那个一滴墨水滴下心的散开 它不叫扩散 不要理它 我们就叫做扩散 就叫做扩散 OK 液体的扩散也一样 然后温度越高东西跑得越旷 所以扩散的速率就会越旷 就用所谓的粒子的观点来解释扩散的现象 解释为什么温度高会扩散比较快 那么溶解就是溶子被拆成一小颗一小颗 塞在那个溶剂的间隙当中 所以这叫做溶解 然后呢 再讲气体还有所谓的真容易 交代容易跟悬浮容易 那个就先不理它 这叫做溶解 过滤就是我太大颗了 过不去被 它过不去被挡住了 被挡住了 被挡住了 所以杂质不能够通过我的粒子 就是粒子观点 来解释 什么叫溶解 什么叫做过滤 为什么会过滤 OK 所以原来就是重点 跟你用粒子观点 跟你解释什么叫做元素 什么叫做化合物 什么叫做存物质 什么叫做混合物 里面只有一种原子的 叫做元素 甲只有红元素 乙只有绿元素 只有一种原子的叫做元素 化合物就是有两种以上原子 以一定的组成 一定的种类 树木 排列方式 有一个组成 组合了叫做化合物 丙一定是一红两绿 而且就长成这个样子 所以丙叫做化合物 所以粒子观点跟你说明 什么叫做元素 什么叫做化合物 只有一个原子的叫做元素 有两个以上原子 一定方法结合成的叫做化合物 叫化合物 甲乙叫做元素 丙叫做化合物 解释什么叫存物质 什么叫混合物 手伸进去 拿出来的东西都完全一样 只有一种分子 只有一种东西的叫做存物质 手伸进去 拿出来 会拿出不一样的东西 有两种以上分子的 称之为混合物 甲里面只有一红 那它都是一红 都叫做存物质 一 拿出来一定是一红两绿 所以 它叫做存物质 所以甲乙是存物质 丙伸进去 有的时候拿出一红 有的拿出两绿 这个叫做混合物 比较重要的是那个钉 就烤过 钉 钉 钉是存物质的混合物 混合物 手拿进去 有的时候拿出两绿 有的时候拿出三绿 有两种以上分子 它是混合物 可是它是元素 它只有一种原子 它是元素 所以 你的课本跟参考书 寫的是错的 它告诉你 存物质 分作元素跟化物 这个观念是错的 不对 元素是一个观念 一个想法 不是这样分的 那是因为我们 台湾的国中 没有单值这个名词 单值就是 只有一种原子 构成的存物质 叫做单值 我们国中没有这个名词 所以不少告诉你元素 可是那不对 那个钉 只有一种原子 它是元素 可是它是什么 混合物 它是混合物 不过没关系嘛 台湾的参考书 课本都这样写 你考试就这样写 啊 存物质分作元素跟化合物 可是你要知道是错的 应该是存物质有单值跟化合物 但是台湾的国中没有单值这个名称 对 那你要知道钉 是一个混合物 所以它看图要被认得出来 看图要被认 OK 那么粒子观点解释物理变化化学变化 东西没有变的叫做物理变化 左边都是一颗颗的绿 右边还是一颗的绿 绿的还是绿 没有发生改变 这样叫做物理变化 三态变化 物态一态七态 就是所谓的物理变化 物理变化 那如果分子改变了 长得不一样了 那就叫做化学变化 好 长得不一样 前面跟后面 东西长得不一样 前面是两红跟两绿 后面拆成这个样子 长得不一样了 有新分子生成了 组成改变了 种类、数目、排位方式改变了 这样就叫做化学变化 又是图示告诉你 这样叫做化学变化 以上就是要做例子观点 用例子一颗一颗的方法来解释一些事情 比较考试而言 比较重要的是要去分清楚 谁是存物质 谁是混合物 谁是元素 谁是化合物 这样考试而言这个比较重要 希望各位能够明白 什么叫做例子观点